一念一清静,心事莲花开,大家好,这里是一修,点个订阅,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佛学知识。 今天要分享的是,亲人离开前,会对你做出这几个暗示,做好心理准备。 有道是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,在这个世上,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,那就是生死,何时生,不由我们决定, 何时离去,也不由我们决定。 只不过,对于生死这件事,人类一直有着极强的好奇心,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说, 面对未知的事,面对神秘的一切,我们虽然会感觉到恐惧,也会敬畏生死,可内心却有着探索生死的想法。 古人说过,生死一大事也,活着,或者归去,都是人生的大事, 其实,人这一生,除了生死,其他事都是小事。 尤其是对于归去这件事,我们都会特别揪心,为什么呢? 因为没有人希望归去,也没有人希望亲人会归去,只不过,这一切,都是无法避免的。 亲人离开前,会特别想念故乡。 有失云,魂归来兮,若故乡。 其实,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思乡之情,这种对于家乡的情感,会随着我们逐渐老去,而变得愈发浓烈。 这是人生不变的哲理,适合于两千多年前,适合于现在,也适合于未来,不同的年龄,不同的经历,不同的心得体会,不同的格局,等你老了,走不动了,就会对人生大彻大悟。 落叶归根情怀,就会油然而发。 不止人类才有恋家情怀,古语曰,鸟链就临,鱼丝故冤,树高千丈,落叶归根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没有什么思乡之情,总希望逃离故乡,等我们老了,走不动了,就会想起故乡的景象,尤其是小时候的经历。 每个人,就像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。 终究有一天,会凌落成你碾坐沉,只有香如故,当我们飘零到土壤中的那一刻,那我们就真的回家了。 故乡,那是每个人终其一生的归宿,无论他好不好,发不发达,热不热闹,那都不是归去之人所考虑之事儿了,他们只想看一眼故乡,最后才感慨,人生无憾。 亲人离开前,会跟身边人说出心底话。 长辈差不多离开了,我们就该把悲伤的情绪隐藏起来,好好听他们说了什么话,有什么吩咐,让他们感觉到儿孙后代听进去了,自然也就无憾了。 比如说,长辈吩咐子孙后代,要好好读书,你就拉着身边的孩子点头答应,长辈看到你和孩子都如此懂事,走也走得安心了。 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鸟之将死,其言也哀。 人差不多归去之前,总会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,这是他们对于人生最后的选择,当然,也是最为真诚的选择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,一个人,无论他平生怎么作恶多端,到老的那一天,也会像小孩子一样,说出自己的真心话,这是性本善的最终体现。 即将归去的老人,为什么肯说真心话呢?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,说不说真心话,对自己的影响也不大了。 既然如此,还不如把真心话说出来,让身边人都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。 比如说,某些老人会把以往的真相说出来,比如说,某些长辈会把自己以往所做过的事,一点不漏地说出来,以求警醒子孙后代。 有一位算计了一辈子的老人,临终的前几天,就在床边感慨,一辈子斗来斗去,到处算计,又有什么用呢?也带不走啊。 还不如安安稳稳,平平淡淡就好。 越是有所经历的人,越会告诫儿孙,要平平淡淡做人,也许,这是他们最后的感悟。 所谓人若反常必有鬼,是若反常必有妖。 无论是人,还是事儿,都该往正常的方向发展,如果有一天,他不往正常的方向发展,而是出现了奇怪的情况,就证明有问题了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。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,年迈的张大爷,就坐在客厅的椅子上,特别安静,儿子看到父亲在椅子上坐着,就问他冷不冷,要不要再拿一条被子。 张大爷看到了儿子,就拉着他,跟他促膝常谈到了大半夜,不仅说了以往的事,还谈到七大姑八姨,甚至还说了自己的心愿,话题比较杂乱,但都以念旧为主。 过了半夜,儿子回屋睡觉了,张大爷也回到房间入睡了,醒来后,儿子发现,父亲在床上安详地离开了,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。 那一刻,他才彻底明白,父亲跟他说的那一番话,算是父亲最后的遗言了。 亲人离开前,总会梦到以往的亲人和经历。 美国心理学家穆迪博士曾取样150个案例。 研究人类宾死前的真相,他发现,大部分在鬼门关走过一趟的人,都会梦到过去的亲人。 不论是宾死实验出现的结果,还是日常生活的情况,都给我们这么一个感觉。 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,他们会感觉到特别可怕,由于受到传统鬼神观念的影响,他们会相信这是某某人的阴魂不散。 对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来说,他们会出现疑惑的心理,为什么走到尽头的人会梦到过去的亲人呢? 难道说这是大限将至的预兆? 其实,不论你是感觉到可怕也好,还是心存疑惑也罢,都离不开这么一个结果,那就是要探究事情背后的真相。 有些事儿,看似虚无缥缈,看似可怕恐怖,可实际上,都跟人之心理想法息息有关,因为所有的奥秘,都生发于人心,开始于人性。 一个人游进灯窟之前,到底会经历什么事儿呢? 就拿一个卧病在床多年的老人家来说,他经常处于睡梦当中。 由于动弹不得,体力不支,精神违离,那他就会以回忆往事来度过平常的日子。 别看有些老人家中了风,头脑也不利索,也不记得当下发生了什么事儿,可他们依旧记得几十年前所遇到的人,所做过的事儿。 亲人离开前,总会对你做出反常的行为。 这世间所有的反常,都有他们必然的源头。 有些人卧病在床多年,突然有一天能够自己站起来了,这,就是反常。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喜欢吃酸的东西,可他有一天竟然要求你买酸的食物回家。 有些人明明对你不怎么好,可突然有一天他却良心发现,对你的好简直是无微不至。 例如,可能会对曾经疏远的人表现出异常的亲近和关心,这可能是他们对自己即将离开的一种预感,希望在最后的时光里和所有的人和解。 这般反常的行为,真的正常吗?还真的特别正常,就像第一点,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光反照,身体的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,最后让人的身体出现暂时好转的假象,哪怕是突然喜欢吃别的东西,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对于亲人离开前的暗示,我们千万不能忽视,而是需要做好心理准备,同时,我们没必要过分恐惧,要知道,人活一世,草长一秋,一切,都有规矩的那一天,顺其自然就好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